你就是来自美国的一条消息 在美国素有人体广告牌之称的男子吉比 从2007年开始 便提供他自己的皮肤 给各商家的刺青做广告 目前吉比脸上的刺青已经多达20个 当中不乏许多色情网站的广告 但是近日吉比表示 他对他自己疯狂之举感到很后悔 想要清除脸上的刺青 吉比就表示 当初他决定让商家在他的脸上刺青做广告 是想通过这种方法赚钱 业绩好的时候 吉比一次性的收入为300到1000美元不等 但业绩差的时候 一次只能赚到不到100美元